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不用打字的方法 然后直接可以把它转成文字档 我们可以利用Google Drive的云端硬碟 那如果你有Google的现象的话 就登入进去在右上角点这个地方 就会找到一个叫Drive 点进去 然后基本上要转成文字的档案 必须要这个如果它是很公正的话 转出来的字会越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譬如这里有个档案 用PDF也可以 或是图档也可以 我这个字要打成帐文 但是我没时间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拉到Google Drive这里 所以在我拉到Google Drive的时候 它就慢慢的再上传 然后再上 你看我们等到它上传完了 上传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档案按右键 Open with Google Drive 就是用Google Drive 把它打开 打开了 它现在可能就开始在辨识这些字体 也等于说是用扫描的方式 它直接网络上扫描把它转成文字档 然后我们现在你看 上面就是刚刚那个档案 下面已经转成文字档了 你看上面的字都转出来了 然后当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有一些还是会错误 但是大体上百分之九十的字已经转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就按File这个键 然后按这里 Download as Plain Text 在这里 Plan Text 按下去 然后这个档案我们就可以使用 然后到时候再来去对 原有的档案几个字 再key in 上去 像它这里会跑掉 然后这个字可能要重达 这里会有个空格 会多几个空格 多几个空格 这样 那就完成了 那这个档案你就可以把它拷贝起来 看你要贴在什么地方 好 谢谢